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YES國際策局的時候 很開心啊 YES姐看了方圓之間 就覺得 咦 芳生講得很道理 跟大家建議看芳生剛剛那集節目 這個香港的黃金儲備有多少 這個節目其實我覺得挺好的 香港的金管局投資真是一般 我們看到現在西方 正在準備下一盤大棋 這盤大棋很可怕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點開始害怕 不是因為方先生的啟發 我要有一次 當著這麼多現在在聽我們的這個視頻 再一次要贊方先生 感激他 指出 老美原來 埋了在一個金融市場 的大核彈 在香港 火銀的大的金融核彈 那個爆炸力的天人 如果你不聽到方先生講的分析分享 大家一定不覺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原來我聽完之後 然後我要下來接駁就是 帶入的就是 為什麽目的投資 好地地 總要調低中國 那個評級呢 是不是 其他國家的經濟 不是還衰得狗纏重 如果都要比較 大家拿個數據 看開來計算 為什麽不下調別人的 什麽 歐洲 那些什麽德國 法國 法國的國債都很厲害 對不對 但是是對的 你德國現在這陣子 由幾年前經濟穩陣到突然經濟下陷 全部沒有人說 哎呀 投資很危險的 買他們的貨 德國的 金融市場出的那些貨 危險的 沒有人看 這麽奇怪的 正正只是中國 好了 就勾起了少少往事 也多謝有一篇的作者 叫做《有你而有面》 這位作者是 這一篇的文章是在廣東發展 新近的 他就說回一下 2016年 當時中國都面對過一次的 中國主權信用評級 又是穆迪 為什麽這麽神奇呢 首先講一下穆迪的背景 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發覺 穆迪評級的背景 是由三個人去控制的 三個主要的機構控制 其中一個是股神巴菲特 他有份的 還有 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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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不要緊 他是小了少少的 叫做《Fan God》 這個 都不是 先鋒領航的 全部這個目的 最大份數字的 保持者 就是 巴菲特 大家 如果巴菲特 要動過別人的市場 或者是 出擊的時候 你知道 他很厲害的 手上隨時擁有大批的資金 放了在這裏 是等到有什麽好東西 就看下去 低賣 購買 出來 take profit 是他最拿手的東西 不是因為他有 突破人之處 而是他收到 政府或者白宮有閹黏 跟華爾街亦都有這個聯繫的時候 他收到這些消息 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白宮 將會 連同華爾街 出動有些政策 所謂的金融政策 去輔助美國的企業 去打擊 其他人的企業 2016年 我們要細數什麽事發生 我粗略了一節講完 我又希望 大衛sir你補充一些資料 2016年 當他把我們的中國目的 中國主權信用 調低之後 其實 他跟著 做些什麽呢 巴菲特 就在那時 蘋果 Apple A for Apple 那隻手機 或者現在很多人在用的那隻 他就開始在那裏紮倉了 又很低價 2016 蘋果的價格不高 一直開倉 開到2018 OK 就升到 含含聲 持股量越來越多 為什麽呢 哦 大家如果記得的 2016之後 跟著我們 中興 那家 ZTE 那家手機公司 出事了 又要先來 又說 佛本 交了佛本 又不再 被你在中國 這個手機公司 在美國 出售 截了你財路 真是殺你一個變革不勒 之後2017 開始傳聲 又說 我要對付華為 是不是 大家記不記得 是 到最後動手 那個 特朗普 記不記得 和習主席 見面那時候 在12月 突然間那一下 捉了孟晚舟 華為好像完全就 以為人家說 哎呀死了 華為沒有了 失落了 華為立刻 那個手機銷售量 由上升 跌到去底 誰得益 蘋果 對嗎 當時 蘋果的股價 去到頂的時候 一個拿了倉 積聚了兩年倉的 投資者 自然就派貨給你的 一些散戶的 那那個誰拿得最多 誰得益 那好了 他被人收 賣了派貨之後 手頭上那塊大資金 有沒有亂花 你看到那些年報 他說 他有一個很大的手頭上資金 還沒動的 所以 如果這次目的又下調 中國那個 的 rating 的時候 他一定 接著下來 中國有些 當時 德寧的 製造業 或者是電訊業 或者是 很重要的 領頭洋的工業 就會再樣 會不會這樣呢 大衛Sir 如果你錢多 那就可以 主宰的東西 就越多 好像巴菲特 他現在手持的現金 又那麼多 那準備做什麼呢 你是一定要買東西的 還有 目的那邊 巴菲特是一個大股東 多謝YES提供這個資料給我們 我們看到他現在手頭上高的現金 是有多少呢 應該有1572億美元 在11月中那一段時候 那麼多錢 大衛Sir 等一會 我在方先生那裏說 香港儲備有多少億 4000多億美元 4000多億美元 沒錯 是嗎 巴菲特手頭上有1500億 如果他玩槓桿 是不是可以吞了你香港呢 絕對可以 好啦 抱歉 繼續啦 你繼續你的說話 對不起 不要緊 多謝 多謝提醒 他手持這麼多現金 最主要做什麼呢 巴菲特 很聰明 根據這一篇 article 說 其實 巴菲特 是不是價值判斷呢 這個是很簡單的 那時候 其實為什麼巴菲特 時間看得那麼準 因為 我們大家知道 股票市場 通常都是逆向操作的 我跟大家講過的 怎麼逆向操作呢 很簡單 就是人家貪男 我就縮 人家 開始害怕的時候 我就入場了 還有 很多市場可以做的 那怎麼做呢 我現在看好中國市場 我就 按下它 是不是 我現在 看好美國市場 我出貨嘛 我就唱高它 所以巴菲特 出貨差不多啦 手持這麼多現金 你的現金放在那 你會玩完的嘛 大家知道 美元雖然現在還好 我自己 做這麼久的節目 我也是一直在學習 看到 美元的市場 其實現在是 跳最後的淡歌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我最喜歡舉這一本書的例子 因為我那時候 看白鮮勇 看到非常著迷 把他所有書都看了 所以我看到 現在老美的整個情況 是跳一個最後的Tango 這個最後Tango 有一點 很重要 大家要留意 就是他不會那麼快倒閉 但是他將會倒閉 還有他要先收割到其他人 那收割誰 當然是給我那些 美國的投資基金 巴菲特 黑石 貝萊德 先鋒 Pioneer 那些 不斷收割其他地方的東西 那是增強我的實力 那這些資金 大家都很清楚 大部分都是猶太資金來的 那這些猶太資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喂 大哥 我難道不用 去支持巴爾那邊的問題嗎 耳朵都要我支持啊 那還有 要收割 這次的收割應該是非常大規模的 按下他 炒上 那我自己賠滿半碗 賺錢 也有個限度的 那這些無限大的基金 尤其是巴菲特 很厲害 那之前窮查理 就過世 但是 我們看到 他賺的錢沒有巴菲特那麼多 這些是不是叫做內線操作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但是很肯定 一件事 就是他在做的事 武高隆低 特意按下你 然後我再進貨 然後另外一手就騙別人說 接貨啦接貨啦 看什麼什麼 還有一星的 好點的 快點去呀 這些情況 在金融界裡面 經常看到的 巴菲特這樣做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我覺得 那你在資本市場上高 玩了那麼久 很多人會幫你手 互相去做一下吧 還有大家知道 一個評級機構 哪會這麼小 提供免費資料給你呀 當然是為金主服務啦 我們看到 巴菲特在2016年的時候 和2017年 就不斷地加倉 每次加倉 都很厲害 怎麼厲害呢 都是以100億美金為基礎的 級別 去投資的 那麼你這麼多資金進來 那股票會怎樣呢 有人沽 當然有人買啦 大家看不好的勢 然後我當然是把那些東西 賣出去 賣出去哪個接貨 我接貨 我就是低位接貨 完全一流呀 這個部署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我都說了 我都最近跟我的朋友說 建倉要 差不多時候了 大家看看 又是第四季度呀 現在是第一季度呀 明年會不會 標普 或者今年年底 標普會不會 又是將 我們中國的 評級指望 轉為負面呢 一轉為負面 大家懂得做啦 這個時候 動手啦 差不多時候的啦 老美現在不斷在升 升一升 突然急跌 其實是不是應該跌呢 大家自己想 不是教大家投資 我真的跟大家強調 還有 接下來 應該會有些制裁 會出現的 剛才這次提醒大家 在2017年的時候 中興被制裁 華為又會被人動手呀 2018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呢 是什麼 是一個套路來的 或者叫做組合權來的 打擊 有關中國晶片的發展 這次 發展AI 亦剛剛看到一段新聞 Google推出了 Ginnamie的AI 後來發現 似乎是造假呀 這件事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老美現在有沒有那麼大把炮可以做事呢 以及金融市場 是不是 巴菲特 或者大鱷玩了呢 我就覺得未必了 我經常都說 世事無巧合 你說巧合 就沒人相信的 哪有那麼多巧合呀 其實很多都是部署 跟著的時候 世界就是我掌控之中 這樣才是最威風的 你說是不是一聲 當然啦 喂 這樣的部署 不是說 偶然的 當然有個 吐露 是你說的 吐露 這個字是對的 為什麼呢 我們 粗略估計 人家就說 2016至2018 巴菲特 就是因為 在這個蘋果那裏 你猜賺了多少錢 大賺了 1340億美元左右 巴菲特愛上了蘋果 只是六年時間 六年之後 慢慢將在頂位 派發給大家的時候 他口袋裏面多了 一千三百億 喂 你猜 你猜 那些粒頭 給大家 你都開心了 是不是 好了 如果 他搞到 因為 小小的說 你們這些 通訊設備 中國的通訊設備公司 因為美國的國策 或者國家安全的策略 要有所的調整的時候 就會使得你們 中國就輸得慘烈 某些股票 但是呢 蘋果 你從十幾二十年前都覺得蘋果的電話好 蘋果的電腦好 你們這些人自然 資金就會流向了 在這個最可教的 一個產品裏面 好了 那你既然 吃過了 吃誰的滋味 吃過一尋尾 如果他現在一打這隻 王牌武器出來 只要巴菲特 這隻王牌武器又要來了 那我們 不相信 他是 真是 這麼沒有偏見的 一定是有一些 內裡的原因 對不對 我們這次就感覺到了 我覺得 南海那裏 南海爭議 南海仲裁 這些東西 加上在 地理環境上 政治地理環境上 和金融市場 兩邊 夾擊中國 他們就有希望 將中國 打到 是一個措手不勤的 那你現在 哪個國家 很多國家都說 投資中國 那你如果看到 投資的成本 因為你的 評級跳低了 你投資在中國的東西的成本 中國貨的成本 高了的時候 你自然 就有些 鬆動 或者是 有些質疑了 那你又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呢 現在近來的 日元 好像很便宜 那如果我在這個時候 低位持有些日元 那又記得 這一兩年前 巴菲特就說 哎呀 日本的五大企業 很便宜 又多好 我喜歡 我喜歡的 就是說 我多喜歡它 又在那裏見了 那五間 日本主要產業的倉 就是說 如果 我們南海那裏 搞到中國 一身禮 或者台海危機 又有害怕了 令到我們東南亞那些 盟友出現 對中國有少許 對中國有少許 信心鬆動呢 會不會 就說 巴菲特說 哇 這些 它可以控制到華爾街 很多銀行 或者是分析員寫報告的 日本將來的走勢 又好 那你們的資產 突然一瞬間 移到日本 的時候 那些日元 要求 你需要日元的 demand 升了的時候 你不是幫日本 日本只升值之餘 他持有的貨 就全部升值了 我派給你 是不是這樣的套路呢 這個絕對是 一定會 給你會不會這樣做呢 我問大家 當我錢多到 我可以 主宰這個世界 我沒有理由不主宰這個世界 是不是 如果你高位不出貨 難道你到低位才能出貨嗎 況且我知道 什麼時候是高位 什麼時候是低位 好像我經常說的 這個世界 我玩了 這個絕對是的 巴菲特是不是玩了 絕對是的 大哥 古神 我們叫他 古神巴菲特 大家真的留意這個說話 他叫做古神 他貼中的東西 很厲害 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 這幾大雙社 五大雙社 其實他的內頭大不大呢 不是很大的 他一定看中 其中一件事 就是日英會升 如果不是要買入 當然是他最低位的時候買入 他在什麼時候買入呢 就在2023年的6月30日 其實 他很早佈局 他佈局早到什麼時候呢 就在2020年的8月份 就開始進入了 那段時間裏面 我們看看三菱商市的股價 就上升了 227% 三井物業上升了 244% 伊藤中商市 就上升了 147% 只是說這三家 大家沒有發覺到 巴菲特 簡直是金手指 神之手 可以令到他升得那麼厲害 有一家 叫做阮紅商市 更厲害 升超過40% 多可惡 住友商市 上升了160% 每個都是 兩倍 兩倍 一倍 四倍 嘩 你怎麼玩呀 你根本玩不過他 是不是 唯有怎樣 我們就隨波逐流 然後他去玩 你這樣玩 其實對於全世界金融好不好 其實是不好的 是一個收割來的 你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大家一起賭 錢從何來 大家向著 更多錢的目標進發 他分分鐘 現在暗底的資產 是超過一萬億的 哥仔 一萬億 什麼概念呀 老美 的欠債 接近34萬億 他一萬億 嘩大哥 你差不多追得上 三十分之三十四分之一的 老美的欠債 你說老美每一年的 GDP有多少 你看 他整個軍事 我們說的軍費 是老美的軍費 都是8000多億 你巴菲特 搞定了 把你的錢 充公了 給老美用 就算了 反正你的消費都不大 你又喜歡喝可樂 又喜歡吃芋蘿巴 麥當勞 這樣就算了 也不需要很多錢 又一鋪青刀我覺得 挺好玩的 但是 世界 始終是不是由這些 金主去作主呢 我就覺得 是很大的問題 你始終資本越大 你在援龍 有很多國家的政治 人民的生活 你這個覺得很賺 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賺了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所以的時候 我就覺得 整件事 似乎是 我們看到裏面有很多 秘密的東西在還 也有多少企業家 會因為這些事情 而被人家堆壞了呢 Yess 你說是不是 好 來 我仍然再一次的 多謝方先生 他這麼有的深沉的滲透力 看到路面的套路 也都很多謝大衛Sir 找到這個嘉賓 真的 因為他不說 我們是不回意 到時一個大浪 蓋上來 那個金融海嘯 我們又死了一波 回不了 真的了 為什麼我特別說 多謝方先生 讓我想回2016 當時 是不是中國的房企都出現了問題 是不是 配合剛剛 7年後現在的房企 二手樓的市場 死了死了 是不是 中國做了很多 是為了房地產的市場 做了很多的 補救工作 就是說 中國其實 這次 我就有些信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把泡沫 我們已經說了 他已經周圍 西方國家很多地方 吹大了泡沫 而中國把泡沫控制了 你刺爆都不帶來震撼的時候 就非常好 但是唯獨是 我真的變了 因為方先生的提醒 就真的 提醒了香港 就是唯一一個 令中國 決堤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更加要 對自己 財富管理 就真的要 打醒 十二分精神 好了 既然 2016 中國的時候 當時 我們各種企業 或者是我們的軍事實力 都不是巔峰 但是 在2023 我們這個時候 表現出來的所有航天科技 軍事實力 芯片製造 產業各樣稀土 全部都表現得有好系統的控制 所以這場戰爭 是可以打得過的 但是呢 就是人家 我們普通人的心理 過不了這一關 我只是擔心這件事 所以 要有信心 對中國政府要有信心 因為我們真是 今時不同 我們的實力是不同的 老美玩過一次 被其他海外受過傷的人 現在虎美的國家或者投資者 知道他又來玩的時候 大家防備的時候 他 應該這次想再割一次大九彩 連俄羅斯都割不了 何況中國 是不是 這一點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聊一下 香港應該怎麼做 20多分鐘 YES姐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聊一聊 究竟問題在哪裡呢 我們應該怎麼去拆這個局 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 很嚴重的 大家要小心 好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YES姐的分享 記得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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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